好 那例子就是 我們看了一些很多資料 就是你以前 曾經坐過牢 關過兩次 關過兩次 你是在緬甸長大嗎 我在台灣 我其實是台灣緬橋 就是我台灣生 台灣長大 只是我爸媽是在 四五十年前移民來台灣 然後是綜合有一區緬甸爺 就是在南四角 然後他們是 四五十年前移民來台灣 然後才認識 然後才生了我 然後我長大 我家境其實很差 就是我爸媽是卡奴 就是欠卡在塊錢吧 Holy shit 然後我小時候 我的房子從幼稚園 就被法拍掉 然後就一直是 吃不飽的狀態 然後 房子都是租的 然後租那種很破的房子 我一直以為 緬甸華僑是超級有錢人 我覺得 可能他們習慣差吧 很多人很喜歡遇知快樂 所以就是 算是蠻底層的 然後又沒有 申請低收入戶 因為他們就不懂 台灣那個要怎麼弄 所以就一直都是 很慘的 那可能他們 我爸媽工作一直做的都是 沒有老健保的那一種 然後零薪水都是零 一個月一萬六以內 但其實現在如果回頭看的話 他們那個都是 不合格的 非法勞工 對啊 但他們是移民過來的 然後就 就被壓榨 剝削 他們是被剝削的 但他們算是自己笨 讓自己被剝削 大概是這個樣子 然後我這樣長大 然後後來 就覺得 不願過我平凡 就覺得 幹 為什麼 我的生活會這樣 然後我就想說 去當流氓 所以你幾歲的時候 開始 我國二 國二的時候就覺得說 Fuck this 可能我國一的時候 有參加過籃球隊 那就嗨嗨肥肥的 然後學長可能什麼的 我看了你以前照片 以前照片 跟我的照 以前的照片超像 可是你家裡很辛苦 可是你還是可以吃得 嗨嗨肥肥的這樣 就是緬甸都是很鹹 然後所以我應該 吃水腫 也蠻油的吧 我在排 水腫 緬甸就是 早上都吃飯 然後吃很重鹹 重油的那種東西 反正小時候 國一吧 我在籃球隊 可能在班上寫功課 然後可能教室沒有人 然後學長 經過就會進教室 一直sale巴掌這樣子 就會說 欸小胖小胖 就是這樣 然後我國二就覺得 幹我媽的要去混 然後我就去混 然後就認識了一些人 就混圓山路啊 什麼的 開始會 可能男視角都是 一群一群的小角頭 然後我就去一個 比較遠一點 也是在中和 再遠一點 然後那種 那邊就是很常會有 破百胎摩車 一起出去 尋仇的那種 就找他們把男視角的人 都掃掉這樣子 那你是怎麼選要去哪一個 對啊 剛好一個轉學生 是從積穗國中轉過來的 他就說他們那邊混的還不錯 我發現好像真的是 我就去混那邊 然後把男視角打掉這樣子 我就找外人 把自己家裡附近的打掉 啊我以前 我以前 像我們We're Guy in the Morning 那個MV你們看過嗎 我還沒看過 如果你去看的話 有個籃球場 啊那個籃球場 就是我們以前 都是在那邊聚集 然後在那邊打人的 像我們拍MV 我們也沒有借 警察來說你們在幹嘛 他就說我們 我說我們在拍MV 他就拍誰 他就叫我跟栗子 然後栗子OK這樣子 就有認識 到現在 警察還認識 才記得你就對了 對啊 因為我給他們抓長大了 但我第一次 關的時候 其實進去關的時候 我爸就是那種哭啊 接見的時候在那邊哭 在那邊幹嘛 就是在那邊流淚啊 你第一次關是幾歲的時候 16歲 16歲 國三 那時候是因為什麼被抓 毒品 吸毒被抓 但我 16歲的時候 就已經做 現在講出來是可以的嗎 16歲就做過這件事情 對啊 那個要有證據 這是為了戲劇效果 假的 對 而且以前我那個混啊 是從以前那種 城區結檔 然後棍棒刀 跟你家玩給比人數的那種 我們一開始是 一開始先這樣 然後後來直接跟到 那種比較公司等級的時候 就不會這麼多人 就一台車 四個人四把槍 人家這種十幾台車 一上來我們棒一下 他們全部力爭站好這樣子 我靠 就是我是這樣經歷過的 但我的運氣很好 沒有真的被怎麼樣 然後我 後來是被抓那個 毒品 第一次進去關就覺得 喔幹很酷 媽的 我進去要認識一些 別的區域的混蛋 然後我們出去變更混蛋 這樣子 喔 所以那時候的心態還是 對啊 就是要進修的概念 對 然後我第一次出來 第一天 我就繼續回去吸毒 喝咖啡 吃藥頭 玩什麼的 然後後來 我就被警察抓 那是被弄 因為其實我未成年的話 我的 就要決定我權利的人 還是我父母 然後我有一天一起床 床旁邊就四個警察 因為我爸媽開門的事情 他叫他們開門 然後他就開門 然後警察就說 喔你兒子有怎樣 但其實是掰的 但是我爸媽就 喔好像警察說什麼就是什麼 就把我帶過去 但是我沒辦法 我有吸 所以我的尿有 所以他不管筆錄怎麼做 我有被淹到就是有 嗯 然後一被淹到之後 我就我跟我爸說 其實 雖然說我有吸 但那個東西不是 不是因為這樣什麼什麼的 我爸就把我送到緬甸去 所以我 那時候你爸就幫你說 那你先離開台灣 對 他就覺得你要去緬甸才會 我可以把我送到緬甸 所以真的是可以這樣 就是你已經要被抓了 還可以出境 是我剛做完筆錄 他還沒限制出境 就趕快買機票 把我送回去 喔 OK 對 然後我去了之後 那時候緬甸的網路 就是超級差的那種 我用HTC 他不是會H加嗎 對啊 這邊是G 哈哈哈哈 就是超爛的那種 我可能今天微信密你一個 我後天才可以收到 你當下回我的 幹 這也太爛了吧 這太爛 這太爛了吧 所以那時候在緬甸 你根本不用想著用網路 這是2000幾年 那個是2014年 2014 哇靠 2014年 然後我去緬甸的時候 我就自己在緬甸 那一塊區域 就走來走去到處認識人 我還跑去認識印度人 因為我會講緬甸話 然後我還去印度人部落 一起用手吃飯 然後跟他們哈勒啊 然後 那是你第一次去緬甸嗎 我從小 小時候每年都會回去一次 所以其實 雖然是習慣那邊的網路 但是在國中之後就沒有了 因為小時候可能就是刷卡劇的 哈哈哈哈 難怪來斷錢了 你這麼辛苦每年都可以回去也很厲害的 對啊 因為刷卡去了 早上可能國中之後開始要還卡債了 就沒辦法去 很恐怖 破產 對啊 但我其實那時候是本來想說 在緬甸就這樣跑一輩子 但是我家人還是會寄錢給我叔叔啊 所以散揚費什麼 因為緬甸錢很小 但我就呆一呆 我覺得我不會寫緬甸字 我是會講緬甸話 那我在這邊到底要待多久 我就覺得那我還是回台灣好了 因為很想我的家人 然後我就在 2014年1月飛嘛 然後我5月30號回台灣的時候 我就知道我一定是同期犯 過海關的時候 直接被一個 超大志的人抓住我的手 他就拿銷槍機說 三號機台一掌握 然後我就被丟到小房間裡面 然後我就上手銬出去 然後我家裡的 就台灣的所有親戚 來接我的時候 都很開心以為 我是可以回家之後再去法院 然後他們看到我 靠手銬出來 他們那個表情是 從開心的瞬間轉難過 就是都在我眼睛裡那樣子 然後我 罰警在抓我的時候 我爸還去推警察 說你不要弄我兒子什麼的 他說你再弄我 連你一起抓什麼的 所以我就直接被移送到少年法院 也不是法院 少年監獄 等兩個月 然後才開庭 我開庭的那個法官 我到現在還知道他的名字 他是板橋法院的 我身邊所有人的 感化教育都是他判的 就是他是那種 不管你是什麼 案子 或者你第幾次 你只要是毒品 你一次他就判你感化教育 感化教育就是一年半起跳 所以很 雖然蠻嚴格 很兇的 對啊 所以我早就覺得 我一定就是會被感化教育 因為我覺得 就是這個法官了 所以我等兩個月 在監獄 然後開庭去板橋法院開庭的時候 那個法官就講完話之後 我就說我可以講一些話嗎 他說可以 我就說 我在緬甸 我去的時候 我感受到那邊很落後 然後非常破爛 他們的路邊攤都是那種 磚塊跟鍋子就開始炒 然後這邊政府也沒什麼補助 就是很爛很破爛 但每個人都很快樂 然後賺到錢之後 只想要讀書 然後賺到一些錢 然後好好的養家裡 然後我就覺得 台灣市集是蠻好的地方 但我把自己活得很爛 你那時候真心這樣想 還是你為了要逃 沒有 聽起來比較借口 沒有 我真心這樣講 我說因為 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我才飛回來 那你要怎麼判就隨便你這樣子 然後他就直接說 樂界一個月 我就直接關一個月就出去了 哇靠 欸這蠻厲害的 對啊 所以我就從 然後我現在回想才發現 喔 就是可教化 就是用語言的力量 用溝通 對啊 把自己 所以還好你不是在那個法庭上 直接diss他這樣 對 如果拔光 你要當我小弟嗎 哈哈哈哈 直接出事 所以你被感化到 其實反而不是你在台灣任何家人 或說什麼 而是在緬甸的生活 那幾個月 對啊 那幾個月 讓你直接改觀 就是你網路都不能用 然後你去那邊 只是跟那些人一起生活 然後你就發現 他們找到快樂 其實很簡單 但他們真的很快樂 哦 哇 有點感動欸 對 他一臉就說 我知道真的很感動吧 對啊 哈哈哈哈 你知道 你看他那個故事講得多好啊 印象分數加分了 那你什麼時候開始 玩Rap的 玩Rap嗎 其實我關出來之後 第二年吧 因為我關 在裡面關的時候 我有看那個工程師 電腦工程師的時候 我覺得我出去 應該要找一份工作做 然後我出來就讀那個 開明資訊科 哇 你真的是完全就 重量的樣子欸 對啊 結果資訊科 幹我根本看不懂 然後我就直接沒去學校 我就被退了 哈哈 哈哈 可我蠻好奇 你回台灣 你以前的朋友 會想要來找你嗎 會啊 對啊 那你要 繼續啊 對啊 通常都是 你要怎麼切斷 就說不要啊 這樣也OK 可以直接說不要 他們不會怎麼樣嗎 他們其實就是 八、九就很會情樂 那個環境真的不太好 他們 雖然我有些還是會聯絡 但是就不是說會見面的那種聯絡 是網路上會稍微訊息一下 但他們就會起來 幹你啊 那個怎樣怎樣 可是你認真跟他講話 喔好啦 他最後就會變成這樣 那所以那時候看到那個金曜王這麼想要進去 你會不會很 就是很想要跟他說 你還把他送去緬甸之類的 其實如果 哈哈哈哈 所以緬甸 幹靠北要等下跟那些武裝分子一起 哈哈哈哈 一起政變 哈哈哈哈 他等下就拍照片給我說 栗子你看我有這個 哈哈哈哈 幹都有可能 我覺得很可能 對啦 這帥 對 你看我有兩排指戰 栗子我過來 我可以保護你 我聽說那個 美國有個rapper叫Stupe Young 啊我有一個朋友 他是柬埔在義的美國rapper 然後我有一個朋友 認識 他的一個朋友 認識他們 然後那個Stupe Young I'm lost 紅了以後就搬到好萊塢 那個人去找那個Stupe Young 然後那個Stupe Young的小弟朋友 全部都穿長褲 然後都插一把步槍在褲館裡 步槍在褲子裡 在美國 喔超恐怖的 What 因為美國的那種 Gangster跟HIPHOP文化 是不太一樣的 嗯 我有聽到你說嘛 其實台灣的那個 治安相對好嘛 所以美國那一套在台灣 其實我覺得台灣治安也不好吧 可是不需要到步槍吧 我覺得以世界觀比起來 是好很多了 相對嘛 用相對來比較 我也本來也不懂黑人 到底是在幹嘛 但是後來瞭解說 他們黑人其實是像 社區委員會那個樣子 我聽說是這樣 他就說 你在這個社區長大 那你得跟他們一起混 那他們就會有槍 會保護你 如果你到別的區域 你被人家怎麼樣 他們會過來保護你 所以他們是 有槍是為了保護 就是一個社區委員會的概念 那你不這樣子的話 你出去兩邊都不會聽 你等著被搶 這我也可以分享 我刺了一個刺青 是一個面具的 一哭一笑臉 這個刺青 可以拍嗎 可以啊可以拍 我要怎麼做 站起來 小心 OK 好 那可以 謝謝 這個刺青 就是他的 我發現他這個是 很多美國的幫派分子 會刺這個圖 但我不是 我單純就喜歡這個圖才刺 然後他們刺這個圖的原因 是因為 他們真的很多人都不要命 所以他們要活在當下 即時行樂 這個圖是在講即時行樂 但是他們刺這個圖 很大的原因是因為 他們真的覺得活不了太久 所以他們就會 會告訴自己要懂得 活在當下即時行樂 所以就吃這個圖 提醒自己 那你刺了以後 你有開始想要即時行樂 或做 你有做了什麼 很即時行樂的事情嗎 就是刺完以後 緊張焦慮 不開心 我就會想到這個刺青 然後就趕快調整 就幫你穩定下來的概念 有輔助一些啦